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不少神机妙论,相助主公谋取大事的军师,他们的功绩流传后事,被人称赞,其中民间流传的一句话则显现了两位谋士的大能三分天下诸葛亮,一统江山刘伯温,刘备在诸葛亮的帮助夏同曹操,孙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,而刘伯温则是利用自己的才能帮助朱元璋扫清阻碍,一统江山,建立明朝,两人皆是军师界的佼佼者, 然而,他们最终的结果却是截然相反,诸葛亮得到刘备白帝承托姑,深受刘善信任,可刘伯温却为得善重,被自己一心追随的帝王而杀,结局很是凄凉,朱元璋为什么非要杀了刘伯温,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刘伯温出生于书乡之家,父亲是个读书人,在他的启蒙下,刘伯温开始读书,随着年龄增长,刘伯温于读书方面的天赋纪检,十二岁就考中了秀才,成为当地有名的神童,之后,刘伯温到辅学读书,面对其他学子诵读困难的晦涩儒家经典, 他不仅能在诵读两遍后,便熟练背诵,更是精准表达出经典含义,令其他学子望尘莫及。 学堂先生更是对其大家夸赞,随着学习的深入,辅学已经不能满足刘伯温的需求,他便离开辅学,摆当时的一位名士正副处为师,学习承读理学,正副处表示,刘伯温必非等闲之辈,一定会光耀门眉,除了跟随老师学习,刘伯温还博览群书, 上至天文地理,下到兵法数学,他无一步精通,学有所成后,刘伯温踏上了科举之路,他顺利考中进士,但由于正风圆末,战乱不休,刘伯温并没有立马入朝为官,过了几年,他才被朝廷受官,正式踏入官场,声明,本文内容均是根据权威资料,结合个人观点撰写的原创内容。 在今日头条全网首发72小时,文章中有无秒免费广告和增加创作收益,感谢各位看官点击知识原创,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,请知悉, 为官期间,刘伯温尽自己所能为百姓做实事,整治官场风气,为受害百姓讨回公道,政绩斐然,深受百姓矮戴,但被其打击过的地方士绅们对其恨之入骨,再加上官场中的一些同僚对其的极度陷害,刘伯温的仕途并不顺利,最终他认识到了元朝内部的腐败黑暗,心灰意冷,辞官隐退,圆末,地方起义势力不断。 朱元璋便是其中之一,原本他跟随郭子星起义,由于建立了不少战功,他深受郭子星器重,在军中也有了不少自己的人手,但随着郭子星去世,朱元璋成为韩灵儿的麾下势力,韩灵儿十分忌惮朱元璋,虽然如此。 朱元璋仍然有着自己的一方势力,他手下的一位谋臣孙颜向他建议广内贤士,朱元璋自然应下,宋连便借机向朱元璋举荐了刘伯温。 听到如此一位有能力的贤士,朱元璋立马决定邀请对方,但他并不像刘皇叔三顾茅庐那样亲自上门请贤,而是安排手下人前往。 第一次,朱元璋安排一位青年使者前往,当然并不是随便安排,而是这位青年足够谦逊,面对青年使者的邀请。 刘伯温并未同意,他并不了解朱元璋其人,岂能为其出谋划策,无功而返的青年使者向朱元璋表达了刘伯温的拒绝。 朱元璋文言不爽,但为了笼络人才,他还是请了自己的谋臣孙颜出马,两人皆有才华,相劝起来或许更容易成功,孙颜收到命令后立马给刘伯温写信,向他表明朱元璋绝对有帝王之相,必能干出一番大事业, 刘伯温心中却仍是抗拒,他虽然对元朝失望,但毕竟曾为元朝臣子,并不愿同缘为敌,受到拒绝回信的孙颜赶到刘伯温面前,威胁力又用了个遍,仍是没能说服对方。 第三次,朱元璋顶着人多力量大的原则,命同刘伯温有交情的三人,宋连、叶春。 张义三人前去请刘伯温出山,这一次,刘伯温终于意识到朱元璋的诚意,也下定决心同元朝决裂,成为了朱元璋的谋士,有了刘伯温的加入,朱元璋的势力如虎添翼,刘伯温不会是无数人推崇的贤士, 他很快为朱元璋献上计谋,先后消灭陈友谅,张士成势力,保证起义势力方没有威胁,并且让朱元璋脱离了小明王汉林,自立门户。 就这样,朱元璋成为起义势力中最强大的一方,接着,刘伯温同朱元璋的其他谋臣为其制定了消灭元朝计划,最终,元朝被灭,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,刘伯温继续发挥自己的才能, 为大明朝建立规则和法度,帮着这个新建的王朝走向正途,可随着天下稳定,刘伯温的弊端凸显了, 他为人耿直,不屑于官场中的弯弯绕绕,因此得罪了不少臣子,念对朱元璋询问他胡为庸是否可为相时,刘伯温果断否定,这令胡为庸既恨上了他,除了臣子,就连朱元璋这个帝王都对他感到不满,刘伯温确实有着惊天伟帝之才,但他不懂收敛, 令朱元璋有时候都自财行贿,于是朱元璋赐刘伯温告老还乡,或许是上帝为你打开了一扇门,就会为你关上一扇窗, 置谋过人的刘伯温却无法理解帝王的深意,即使此官,他还依旧经常为朱元璋献祭上言, 天天这些谏言之策,还全部想在朱元璋之前,甚至比朱元璋考虑的更全面,这令朱元璋很是不爽,他开始为未来做打算,有自己在,尚能压得住刘伯温, 自己的太子待人温和,如此良善,恐无法压制住刘伯温,说不准还会被对方控制,越想越后怕,朱元璋心中有了一个念头,除掉刘伯温, 刘伯温绝对算得上是大名的功臣,倘若自己下手,岂不被别人议论自己杀害功臣, 于是,他把这个任务交到了痛恨刘伯温的胡维庸手中,恰逢刘伯温感染风寒,握病在床,胡维庸便入府探病,并带了上好的药材, 谁料,服用下胡维庸所赠之药后,刘伯温便绝腹中疼痛难认,他知道定是胡维庸的药有问题,忍着疼痛, 刘伯温面见朱元璋也不能算是坏事,他不能允许任何因素威胁大明朝的统治,宁可错杀,不可放过, 刘伯温只是第一个,并不是最后一个,元朝末年,天下大乱,群雄并起, 朱元璋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斩露头角,成为一方诸侯,然而,要想一统天下, 单听武力是不够的,还需文涛武略,运筹帷幄之势的辅佐, 朱元璋慧眼识珠,看中了隐居山林的刘伯温,宋连等人授命前去请降,刘伯温起初并不愿意出山, 毕竟他曾是元朝的臣子,对朝廷还怀有一丝眷恋,然而,元朝的腐败和黑暗,早已让他心灰意冷, 经过反复权衡,刘伯温终于下定决心,义无反顾的投身红金军,追随朱元璋征战沙场, 刘伯温加入朱元璋阵营,并非一时冲动,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, 他看到了朱元璋的雄心壮志和非凡才能, 相信只有跟随这样一位英主,才能实现自己既是安民的报复, 同时他也对元朝的前景感到绝望,一个腐朽没落的王朝, 注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压的粉碎,与其同流合污,不如弃暗投明, 另谋出路,刘伯温的决定,彰显出他的政治远见和历史眼光, 他没有被眼前的利益和地位所蒙蔽,而是着眼于民族的长远利益, 他明白,只有推翻元朝的专制统治,建立一个全新的王朝, 才能带领百姓走向富强康乐的未来, 这种宏大的理想和家国情怀,正是刘伯温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有了刘伯温的辅佐,朱元璋如虎添翼,刘伯温头脑清晰,分析形势入目三分, 为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方针,在他的谋划下, 朱元璋先后消灭了纯有亮,张世成等割据势力, 为建立明朝扫清了障碍,刘伯温不仅谋略超群, 而且勇于直言觐见,当朱元璋询问的是否可以重用胡维雍为相时, 刘伯温直言不会地表示反对,这虽然得罪了胡维雍, 但体现出刘伯温敢于直言, 忠君爱国的品格,刘伯温辅佐朱元璋的过程, 充满了智慧和勇气,他不仅要运筹帷幄, 制定战略还要审视夺势,察言观色,在那个险恶的政治环境中, 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入权力的陷阱,甚至丢掉性命, 刘伯温之所以能够全身而退,既有他过人的谋略, 也有他坦荡磊落的品格,刘伯温从不鳄于奉承, 从不逢迎权贵,他敢于当面指出朱元璋的错误, 哪怕会招致皇帝的不业,这种直言不惠的风格, 虽然让他树敌不少,但也赢得了朱元璋的尊重, 朱元璋欣赏刘伯温的才华,更欣赏他的忠诚, 在朱元璋看来,刘伯温是一个可以托付江山社稷的臣子, 然而,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,往往出人意料, 刘伯温虽然一心辅佐朱元璋, 但却无法避免被小人陷害的命运, 他的才华和功绩反而成为他的原罪, 在权力的游戏中,有时候,你越是出类拔萃, 就越是危险,洪武元年,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,顶都南京, 刘伯温继续发挥他的聪明才智, 为新朝制定法度,完善制度, 为明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, 刘伯温学士渊博,既通小儒家经典, 又精通兵法韬链, 他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, 涉及励志、军事、经济、外交等诸多方面, 这些建议,无不体现出刘伯温的远见着实和济世情怀, 刘伯温深知,一个国家的强盛, 既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, 也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, 他提出要减轻赋税, 鼓励农业生产, 发展手工业和商业, 同时,他也主张严明法际, 撑治贪官污吏, 树立连结奉工的政治风气, 在军事方面, 刘伯温主张加强边防, 训练军队, 做好随时应对外敌入侵的准备, 他还提出要发展水利, 兴修提防, 以防范水患之在, 这些建议, 都充分体现了刘伯温的战略眼光和治国智慧, 然而, 刘伯温的建议, 并非全都被采纳, 在朱元璋的心中, 已经埋下了猜忌的种子, 他开始怀疑, 刘伯温是否对自己的权威构成了威胁, 这种猜忌, 随着时间的推移, 愈演愈烈, 最终酿成了悲剧, 刘伯温为明朝的建立和巩固, 可谓呕心力学, 鞠躬尽瘁, 他的才智和忠诚, 本应得到褒奖和信任, 却反而招来了杀身之祸,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的讽刺,